那可是呢,只有BinCopilot最老实说,我就是读不出来,另外两个都在乱掰 我们在做这个科学传播的时候,得要念好多的论文或者是新闻,要花很多的时间 当然这时候有AI这种好东西就要拿来帮忙啦 那这是我4月15日在我们系上的脸书发表的这篇关于端力的研究的文章的时候,碰到的一些状况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篇文章所引用的论文是Science,在4月11号所发表的这篇文章,在讲人类的端力的长度 那这个端力是一个很有趣又很重要的问题啊,因为可能跟这个长生不老的秘密有关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欢迎去看一下我们脸书上面的文章 那我就把这篇文章的PDF档从Science的网页下来 就丢给了AI去读 现在这个付费版的ChatGPT有个很好用的功能,就可以你打造客制化的GPT 也就是把你常用的指令,那在做特定用途的时候,就把它存在一个 你等于是打造一个专属的客制化的AI聊天机器人一样 那所以我也做了一个会帮我念这些科学的论文 只要我把这个PDF档一丢上去,那他就会自动帮我做摘要 然后把它分成这个问题啊,然后研究方法,研究结果 以及这个结果有什么限制,然后未来有什么展望 他就帮我给整理出来,其实还挺好用的 那当然我这一次呢,就照着过去的习惯 把这篇Science的论文丢上去给他 结果他讲出来了什么,是探讨关于治疗神经退化疾病的分子标靶的治疗 这个完全牛头不对马嘴 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过去他可以运作得很好,帮我念了不少的论文 那为了要确定一下这个ChatGPT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因为他有所谓秀斗秀斗,我就把这篇文章的标题贴过去 叫做Human telomere length is chromosome and specific and conserved across individuals 他可以帮我把他的标题翻译成中文 人类端立长度是染色体末端的特异性 并在个体间保持一致,他大致上是对的 那当然接下来我就质问他啦 你翻了这个题目跟你刚刚讲的内容完全不一样 你在搞什么啊?那他就立刻道歉了 这个ChatGPT,反正你骂他,他就很会道歉 然后他就开始讲了一堆 我现在要提供你正确的讯息 那乍看之下,其实讲的好像是跟那个论文的内容是符合的 不过我这个时候对他产生了怀疑 于是我就问他,这篇文章里头,作者有哪些人 然后他就回答了,这篇论文的作者,第一作者是叫做Karimian 集企团队,但是具体的作者名单没有在文件中提及 他只列出了这个主要的作者 可是呢,明明在人家那个PDF里头 因为那个是论文的正式的PDF 那除非是像那种做高能试验的 那个人名多到放不下 在一般的论文里头都会把完整的作者列表给列出来 在这篇文章当然也是这个样子 所以刚才虽然我说了他,他也好像更正了 可是还是有问题,他没有看到这个除了第一作者以外的作者 他说他没列,但是事实上是有列的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我就想换个语言模型来试试看 那最近这个大型语言模型的大车拼啊,已经进入白热化 那现在这种线上版的大型语言模型就是ChatGPT 还有一个就是Cloud 那另外一个当然就是Google的Germany 那在我那时候做的时候 然后看了一下有一个大型语言模型的排行榜 哇!这个Cloud3已经打败GPT4成为大型语言模型界的霸主啊 我查的是这个3月29号的时候的排行榜 那我是不是就来用一用这个看看呢? 那这个大型语言模型排行榜是怎么排出来的呢? 大家可以连到画面上这个网址 你就会看到这样子的界面分成左右两边 一边是模型A一边是模型B 然后呢你可以在底下这个对话框输入你要问他的问题 然后按下这个送出的按钮 那他就会把你的问题送到这两个模型里面去 这时候你还不知道他谁是谁 然后呢这两个模型的答案 就会显现在这两个框框里面 然后呢你判断这两个答案你觉得哪一个比较好 你底下就有四个选项 就是A比较好还是B比较好 还是差不多还是都很烂 那就是这样投票投出来的 那我刚才看的那个3月29号的排行榜 已经有51万人去做这个测试 然后大家也投下他的一票 那在那个时候是Cloud3拔得头筹啊 不过最近这个排行榜又更新了 那个ChairGPT又把第一名给抢回去了 不过不管怎么说 看起来Cloud3至少也是跟ChairGPT差不多厉害 所以我还是特别花了20块美金 去订阅了他的这个付费版 因为就要大车拼嘛 就要付费版VS付费版 这样才公平对不对 好大家进入这个Cloud的界面之后 就长这个样子 也是一个非常简洁的界面 你就把你的问题给打进去 然后送出去就好了 那我一样把这个论文的PDF档 送进Cloud3里面 叫他读这篇论文 结果出来也是个牛头不对马嘴的东西 他变成是讲说 是一种改善锂离子电池的性能的研究 这个完全扯不上关系 那我一样就说你错了吧 这怎么可能是这个问题 我就把这个题目 论文的标题跟刚刚ChairGPT一样把它贴给他 那这个AI也是一样有礼貌 马上就道歉认错了 然后就说这篇期刊是研究人类端利等等等 看起来好像是跟论文的内容是符合的 可是你看啊 他用了一种叫Tesla的方法 我就赶快回论文去搜寻一下 什么叫做Tesla的方法 结果完全搜寻不到 这也是他瞎掰的 所以他等于是从这个标题 我刚才打字打给他的这个标题 这个human telomere等等 然后他由这个标题去望文生意 长出来的一个虚构的研究 接着我也是问他说那作者有哪些人 刚刚ChairGPT就说他只知道第一作者 后面的里面没写 可是事实上里面是有写的 那这个Cloud3呢 他就列了一大堆的作者出来 而且一看第一作者的名字是对的 可是当我仔细去比较后面 从第二位作者之后 又通通都是乱掰的了 Cloud3你这样子不行啦 那最后我们来试一下这个不用钱的Bit的Copiler 也就是Microsoft他的搜寻引擎 他上面已经可以免费的来使用这个ChairGPT 而且是第四版的 他不用钱 那因为我们这个是要叫他读论文 所以我们就选了这个精确模式 而不是选那个创意或者是平衡模式 因为我要求的是精确 那我一样也是问他说 这个论文的内容大概在讲什么 那我们就可以看到他的回答 就很老实耶 他就说很抱歉 目前的页面内容似乎不完整 那除了一些下载的讯息之外 我都读不到 连摘要都读不到 那一样嘛 我就问他说作者有哪些人 他一样可以看到第一作者的名字 但是叫他列出完整作者的列表 他没办法 那最后问他 录文的标题是什么 他也说他不知道 所以我们大概可以确定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这三个AI ChairGPT Cloud3 以及这个Beam Copilot 他们都没有办法顺利的解析 并且读出这个PDF的内容 他们拿到的最确定的东西 就只有第一作者的名字而已 那因为这个Beam Copilot 它本身就是挂在浏览器上 所以我就直接到这个Science 这篇文章的这个网页版 我就不看PDF了 然后呢 就在旁边开编栏去问他这篇文章的内容 他就可以很顺利的答出来 不过呢 如果我把这个论文的网址贴给ChairGPT 问他说这篇的内容是在讲什么 他就说我没有办法去access到这个网页的内容 因为像Science这种科学期刊的这个网页 他其实对于这个订阅者或非订阅者有一些限制 他并不是任何人都可以去 虽然说非订户 你还是有每个月可以免费看几篇的这种quota 但是呢 测试的结果好像是只要有做一些这种 使用者的限制的这种网页 你贴给他网址是没有用的 所以就变成了要用ChairGPT来读这篇文章 就只能把这个文章中的文字直接贴给他了 PDF跟网址都是没有用的 那么如果我们把网址给Cloud3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他一样说我没有办法打开这个连结 但是呢 根据这个UIL 他推测这是在上一上面的期刊 然后又把标题给拆出来 可惜又是一个乱掰的标题 然后内容也是乱掰的 哎呀 Cloud 你虽然当时号称大型语言模型的霸主 而且那时候是号称 我这个是比较守规矩所谓的constitutional的AI 但是好像你乱掰的症状比另外两个还严重一点哦 好我们这一回合一共拿了这个science的论文的PDF党以及网址来测试了这三个AI 那结论是什么呢 这个PDF 不管是CHATGBT Plus收钱的 Cloud3 Pro也是收钱的 Bin Copilot免费的三个都读不出来 那可是呢 只有Bin Copilot最老实说我就是读不出来 另外两个都在乱掰 给网址的话或用网页的话 因为Bin Copilot直接开在浏览器的测栏 他就很方便 那另外两个呢 你要给他网址也没用 就只能够贴文字给他了 所以啊 现在的这个这些大型语言模型 虽然功能已经都非常强了 跟去年这时候比起来 他又能读各式各样的档案 可以做所谓的多模态的输入 那他也可以连网去查资料 可是还是要跟各位讲 你们使用的时候 还是千万要小心啊 好 这就是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 我们下次见 拜拜